说到土豆炒洋葱这道菜好吃 真的好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道好吃的土豆炒洋葱 第一步土豆削皮洗干净 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片尽量的切均匀一点 搭配点青红椒去纸改刀切成菱形块 再搭配点纸皮洋葱 切成大小相同的三角块 然后对质一个料汁 生抽50克 米醋50克 毛油30克 用筷子搅拌均匀 第二步起锅烧油下入葱花扇片 炒香后下入土豆片中火煸炒 炒至五成熟成透明状 倒入调制好的灵魂料汁 大火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两勺开水 大火转开小火 喂制两分钟 这样喂制出来的土豆片 不仅汤汁浓郁 味道好吃 最后加入盐五克 鸡精两勺十克 洋葱青红辣椒块 最后的重点提醒大家 一定要用铲子翻炒 这个时候的土豆片 不适合用勺子炒 因为勺子炒容易炒碎 炒出洋葱和青椒的清香味 然后把汤汁包匀 关火出锅即可 我每天都跟大家伙带了一道家常菜 把重点和细节都告诉了您 如果您在百忙之中刷到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那就请您给我点个关注 留个赞 感谢您了 今天的这一道洋葱炒土豆 您学废了吗 简单的做法 家常的味道 土豆和洋葱搭配好吃 真的好吃 萧哥教您来做菜 没有配方 只有爱 用心做好每一道菜 感谢您的观看